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敏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根据《纽约时报》今天报道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昨天结束了自己的总统竞选活动 转移支持前总统川普特朗普 标志着他的竞选以令人啞言的方式 即是惊讶的方式收场 一度被视为最可能在2024年 可以取代了川普特朗普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Duck Saunders 但是他在上星期一 愛荷華州的所謂Party Primaries 共和黨的初選 以30%的票差慘敗 輸給Donald Trump 所以他都要支難而退 因為他的州長還有3年的任期 他可以在2028年 他還年輕 可以在2028年才參加共和黨的黨內 總統初選 然後去選總統 其實他也是一個熱門的人選 今年77歲的Donald Trump 他已經不能走回頭了 幾十宗刑事案 將會進行審訊 所以美國這些政治人物 他是比較有風度的 輸了 他經常被Donald Trump嘲諷他 那輸就要認輸了 明明不夠拼 他就要宣布退出這個 所謂Party Primaries 就是要退出黨內的初選 然後轉移 你退出黨內初選 你要支持共和黨的最熱門的人選 才可以的 是吧 這個就是有一條Party Line 所以他就宣布 他這樣說 其實他都說得很含糊的 他說 特朗普比拜登更出色 他肯定這件事 所以他簽署了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承諾 他會履行這個承諾 我支持特朗普 就是因為他不可以再選擇 舊日的共和黨首舊派 等於是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經常在笑他 叫他安息 在今年的11月 美國就會舉行總統大選 那個初選 其實在去年年底已經開始動的了 一月份 就已經開始 兩個黨進行這個黨內初選 現在的情況 似乎77歲的特朗普 很有機會會成為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 在今年的11月 舉行總統大選 現在在共和黨裡面 最有實力的一定是77歲的特朗普 美國前總統做了一屆的 輸了給拜登 他剛剛在愛河華州 以壓倒性的票數 擊敗了一度被視為熱門的總統參選人 人選的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 然後就宣佈會退出總統的競選 轉移支持特朗普 但是 特朗普現在面對一連串的刑事訴訟 除了性侵案 還有一條很大的罪 說他試圖推翻2020年的總統大選的結果 另外那位老爺 兩個都是老爺 這個我想是史上第一次吧 大家都可以做個確認 是不是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出現的 兩個老爺 一個77歲 一個81歲 兩腦對決 兩腦對決 一個面 如果拜登贏了 他就會連任 是吧 連任 他就變成了美國史上 年紀最大的總統 是吧 81歲了 是吧 之前有一個很厲害的共和黨總統 總統 朗盧烈根 喂 他做總統的時候 是歷史上最年紀最大的總統 但是還未夠80歲 70歲 是吧 現在這兩個老爺 一個77歲 一個81 是吧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共和黨 其實也不太理會 特朗普現在所面對的 這些所謂的刑事訴訟 是吧 他是盡量 去避免批評 特朗普和2020年的大選 他那些相關的言論和行為 不會說的 大家都盡量不提 因為他現在老實說 在整個共和黨的初選裡面 已經是一個主導的地位 很明顯的 這個人真的 引力是非常強的 真的 不能看少這些人 其實他有很多大嚇 我上次去美國 上一次 在加州也好 在紐約也好 那些共和黨粉絲 真是指問立場 不問是非 我告訴你 跟你咬到打架還可以 我告訴你 所以他是有很多 死宗的支持者 是吧 所以是有戲看的 老實說 對嗎 這個 Dissantis 就是 Ron 叫做Ron 這個Ron 這個Ron 就是 我覺得他很有風度 要你問我 明明是不夠拼 還有他 大哥他這麼年輕 不用怕 是吧 最初大家都猜 如果不是 Donald Trump 就是 德桑 一定是 現在 他退出總統 競選 特朗普成為共和黨提名的候選人 幾乎就已經是 看現在的形勢 已經是緊局 於是接下來大家要看一場戲 兩個老爺對決 是吧 那誰贏呢 笑者勝 如果你們明白 是吧 俠路相逢 勇者勝 兩老對決 就笑者勝 笑者勝 就是 小的那個贏 77對81 那就是77的那個贏 對不對 現在他沒有什麼對手了 正下來就是 這個 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 這個就是 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 這個 尼基克里 是吧 那已經沒有對手了 但是這個也是不夠齊的 你搞定了這個 德桑蒂斯 那其他人都跟你都沒有得廢的 基本上 所以 當然現在又牽涉到他那個 就是 那個刑事訴訟的官司 那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當然了 現在的案件 都還沒有正式開審的 對不對 搞得來 拖得拖 那他贏了總統之後 再開心 就已經是另一個故事 來的 那這個是 接下來很重要的新聞來的 OK 那現在看回民意調查 如果一對一來說 其實川普也是略勝拜登的 當然 他現任的 是有好處的 那現在 目前來講 就有四宗比較大的案 那 那當然 川普當然 那個律書團隊 當然要出盡全力 幫他打這場官司 那另外 上次 在去年12月 19日的時候 科羅拉多最高法院 就裁定 川普 因為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條款被禁止 出現在該州的共和黨初選選票上 那這個判決 只是適用於科羅拉多州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機會 對其他州 做相同的 這個 其他州 就是使其他州 都做相同的裁決呢 這個就必須要拭目以待 但是 他現在這個 就是科羅拉多州的裁決 就是 特朗普上訴 已經得到美國最高法院的許可 那就是 又有得拖 所以 理論上整個戰略 就一定是 等案件不要定罪 在定罪之前 他選到總統 那這個就是 就是 我們綜合各方面的報道 就是得出的一個 就是觀察得出的一個結果就是這樣 那所以就一定是 兩腦一對一 有史來第一次 那我就認為 如果兩腦對決就是 就是笑者勝 OK 那今天的節目 就 現在11點05分 講完了 謝謝 今天都有 一千五百多 最高紀錄的時候 應該不止一千五百多 其實我看到很多 這裡的YouTube 講政治那些 online的人數不多 原來都是 一千左右 很多都是 但是重溫就會多些 我們重溫就反而少一些 因為我這陣子 經常要錄 這個就是台灣台的節目 但是又試過 甩漏了兩次 有兩個人 一個我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我取消了那個節目 一個就訪問一個 就是相當 就是 持風很厲害的 支持這個民眾黨的 結果呢 那個陰鬼接不上 要搞呢 就有時間搞那段片 然後又出不了街 如果是多災多難 但是錢是要照備的 明天就會訪問一個 由民進 退出民進 給民進黨開除黨籍 因為他去選這個桃園市長 有民進黨的鄭運鵬去選 他又去選 給民進黨開除黨籍 然後就加入這個民眾黨 明天就會訪問他 好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記得交台費 最重要的是 My Radio Taiwan My Radio Taiwan 那個 扣拔車那裡 大家最好支持一下 多謝 拜拜